全文故事 我隐隐一拜 阿姐教训的是 只阿姐 想必是盲望了 皇上刺您的 是侧妃一位呢 凌玉的脸色 刷得变了 起先皇上与老头子商谈时 透露出的意思是 想让凌玉做正妃 可不知中间出了什么插持 最终落入府中的圣旨上 赫然写着 侧妃二字 凌玉气急败坏 发簪流苏都甩得乱飞 你可别得意 谁不知道二皇子多年腿急 只不定连圆房都做不到呢 你就准备好 做你的寡妇吧 我嘴上不饶人 阿姐也莫要高兴得太早 好叫阿姐知晓 皇上有意将太妇之女 只给太子做正妃呢 太妇女傅晚 整个京都出了名的泼辣 奈何其却有几分才气 又深得太妇喜爱 有朝一日 真成了太子妃 凌玉少不得被戳磨 我虽嫁来的残疾皇子 可我毕竟是正事 嫁于被封郡王的二皇子 整个王府 我才是当家做主的人 弃走了凌玉 我便接着梳妆 父亲母亲都去凌玉那里 虚寒问暖 我也不在乎 毕竟我是穿来的 他们对我不好 我也对他们 没什么感情 二瑞王府内 全然不似在办喜事 若大庭院 一片禁忌 管事引我入府 并告诉我 此后在府内一切随我意 只是莫要踏入皇子的院子 早听闻二皇子腿伤后 脾气一日日暴躁 我可不想出他的眉头 现已逃出了那个窒息的家 我可以在二皇子府 开启我崭新的生活了 宫中派来的嬷嬷 是要来监督完全部流程的 二皇子许事迫于无奈 摇着轮椅 前来掀我的盖头 红色盖头 不再遮挡视线 我抬头只是二皇子的眼 见眉心目 高挺鼻梁 面部线条干净利落 垂眸看我时长长的睫毛 头下一片阴影 眼神冷淡 全然不似金钟 传闻那般很辣阴暗 重要的是他这张脸 怎如此熟悉 二皇子看着我 也愣住了 他由于许久 嘴唇微动 吐出一句吞吞吐吐的话 亲 亲害理批鹏 我下意识脱口出 探淡养福奶 暗号对上了 他就是我上一世 穿越而来时的丈夫 我们一起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 三上一世 我是扬州寿马 他是南下帝王 那具身体的远主人 一武倾城 多的是达官显归木名来 我却是不会跳的 保姆掐着我腰间软肉 狠狠一宁 说我是故意得罪贵人 一日不帮他赚到钱 就一日没有饭吃 可我是真不会 我对着他转了几个圈 肢体僵硬 全无远主人那样 妖娆柔媚 我虽不善武 却能与乔庄听取的陈瑞 相谈甚欢 在现代时 我便能与周围人谈天说地 朋友遍布全国各地 陈瑞想知道的 江南官员行贿一事 我也能替他探听一二 只那时我不知 他为帝王 只当他是天子派遣而来的大臣 在我的帮助下 他搜集整理了所有相关证据 匆匆要离去 却在离去前 赠我一块玉佩 允诺我会助我赎身 届时 我若愿嫁与他 拿出玉佩即可 我有些担心 万一有人偷了玉佩可怎么办 便也赠予他我的信物 就是这句元素周期表 没想到一语成衬 他走以后 京城邻家来了人 硬要说 我是他们家多年前丢失的小女儿 要带我走 我迷迷糊糊被他们拉拽着 还检验了我左臂上的胎记 如此便被一锤定音 带回了玉佳 我尚有些喜悦 在这个陌生的时代 我有了自己的家人 不必再被保姆 逼着跳我不擅长的舞 扶我压根不会的情 可我不知 我的劫难才刚刚开始 尚未入京 便已谣言四起 街边走饭谈天 说 林家刚认回的小女儿 曾是扬州出了名的兽马 人见却价高 想听一首曲虚脚银一两 想赏一只舞虚脚银一两 至于想做那入木之兵吗 我放下帘子 想起那走足猥琐的暧昧笑容 心中作呕 四回到家中 林家人全然不负扬州时 急迫带我走的情状 只将我安置在一破落庭院 杂草丛生 我被困在那高高院墙中 饭是康宴菜 汤是饭酸水 我多次想爬上院墙 却被门外守着的家脯 一把拽下 关进暗无天日的房间里 我那时不懂 为何他们并不喜欢我 还要大费周章 承受流言碎语 带我回京 我当真是他们的小女儿吗 秋冬时节 我的院子里 寒意弥漫 我哆哆嗦嗦 裹着薄青 听院门口 穿着大棉衣的家扑聊天 老爷对这位小姐 怎得如此不上心 另一道声音神神秘秘 像在揭露什么秘星 你入府啊 不知道 这林三小姐啊 是当年扬州城里 最貌美的女子所出 如此貌美 老爷如何不纳她入府 屋内冰冷的空气凝滞 我平住呼吸 从他人口中 窥探我的身世 我这一世痛苦的源头 那女子 虽说世上不得台面的妓子 可实在貌美 那般碧月羞花的容貌 没有男子拒绝的了呀 可这漂亮的脸蛋 成了夫人的眼中钉 心中刺 更别提这妓子 被接入府中时 已有身孕 夫人更是容不得她半分 在她生产那天 便直言 要将两人送回扬州 此生不得踏入京城半部 那妓子生下三小姐后 就离世了 三小姐上在墙堡中 便被夫人派人送给了那妓子 原先待着的青楼保姆 那新来的小四疑惑 我们老爷 虽不是什么大官 却也有几分官威 竟连那妾都做不得主 另一人捂住她的嘴 你可当心些吧 这话可莫要被老爷听见 他压低了嗓音 我迎着冷风贴在窗口 一定要听得明白 夫人母族 乃是江南数一数二的富商 老爷当初任职的七品官位 夫人可是出了不少钱呢 别看老爷如今已知四品 在夫人面前 可是半点都不敢大声说话 两人唏嘘着 转移了话题 我一开紧钻窗帘的手 已被道次扎得鲜血淋漓 听说了吗 皇上马上要大胜归来 皇上一身戎马 多少女子想被抬进宫 那小丝嘖嘖称奇 皇上后宫空无一人 谁进去都是万人之上啊 过几日 又听他们讲 皇上正大肆寻找一名女子 说是扬州一案中 助她取得证据 立了大功 我已被动得恍恍惚惚 却在心中暗想 是她吗 她竟是皇上吗 她会来救我吗 没等到答案 却在一个深夜 听到我床前窃窃私语 爹爹 时候到了吧 后来我才知 邻家破败 我那父亲 急于重新立足于朝堂 又听他将我交语的保姆来信 说京都大员 与我相谈甚欢 皇上几日不朝 她不敢赌定那大员就是皇上 却也想赌一把 于是从小便被扔在青楼的我 被她接回京城 我身上的玉佩 被她夺走 交给了我那素未谋面的姐姐 我不知被吓了什么药 心中清明 却不能动她 只听那娇柔女生担忧道 万一皇上只认她那张脸 该如何是好 我那父亲安慰到 待她死后 为父将她的脸划划 向世人宣告死的是大小姐 之后 你便告诉皇上 你的脸在大火中烧伤 家中请来明医 为你重塑面皮 你才是如今模样 父亲 如此这般 当真能瞒过皇上吗 林老头的声音染上很辣 反正他也要死了 保姆那边 我也打点过了 他身上能证明身份的 也就是这块玉佩了 皇上不信也得信 一场大火 铺天盖地 我被浓烟包裹 呼救不得 眼睁睁看着我的衣服被灼烧 皮肤寸寸崩裂 焦黄的液体渗出 灰烟呛入体内 五脏六腑的疼痛 深入骨髓 在最痛的时刻 我突然感觉身体一清 我像是飘离开 那具痛苦的躯体 我高高飘在空中 看到我的身躯成了焦炭 肉体皱缩 像是一块工人取暖的黑炭 林家人装模作样前来救火 却拿出匕首 在我的身上狠狠划过 焦黑的皮肤被崩开 我仿佛能听到那些脆响 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啊 这样一个拈花惹草 管不住自己 又没什么能力 依靠七族 畏惧七族的男人 让我没能见过娘亲一面 让我惨死火中 还要用我的玉佩 铺救她的前程 武在我对出那句暗号时 陈锐便愣在了原地 眸色深沉 令我坐立难安 我伸手在她眼前晃晃 她才惊醒 看我骨瘦灵巡 她眼中浮现一丝心疼 这一世 你还是在林家 我犹豫着点点头 其实我也不大明白 我穿进这具身体时 已在林家住了许多年 依旧是那座荒凉庭院 只这一次 我没有在幼时 就被送去扬州青楼 而是作为一个地位卑贱的外事生女 寄一顿饱一顿 过着比下人都不如的生活 陈锐摸摸我的发 以后这皇子府 全由你做主 想吃什么 就吩咐丫鬟 想要什么大可去买 我心疼地看着她的腿 不知这一世的她 遭遇了什么 导致她身患腿疾 只能坐在轮椅上 她看出我所想 只对我露出一个安慰的笑 我尚未反应过来 她便直接站起了身 还走了两步 这腿 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啊 不知怎店 我却突然想起凌玉说 她怕是不能忍到 现在看来 见我偷瞄她 陈锐微微一笑 王妃如此眼神 可是等不及了 我忙躲开她的眼神 白手拒绝 羞红了脸 她却锁住我双手 一把将我按倒在床 上一事时 我们不曾走到这一步 她说 要等我心甘情愿 拿着玉佩去寻她 那时错过的 今日终于被她圆满 六之事 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揉着酸痛的腰 被陈锐抱起来 她轻柔地 在我额上落下一吻 再不起身 就要赶不及入宫了 我猛地反应过来 急忙推开她 陈锐慢条丝里地 坐回她的轮椅上 盖上小毯子 幻碧春进来 为我梳洗 因着陈锐的腿 皇上特许她腹上的软椅 可以入宫 不巧 在宫门口 遇到了林玉 她面色苍白 眼下挂着硕大的黑眼圈 太子掀她一步下轿 醋梅看她慢腾腾的动作 眼里满是不耐 陈锐趴在窗口 皇兄 昨日可是累到扫扫了 林玉动作一将 飞快下轿 挽住太子的手 扬起一抹娇羞的微笑 抬头看向我 许是我面色红润刺激到她 林玉挽着太子的手更紧了 尖锐的指甲似要掐紧皮肉 太子的眉头皱得更深 本宫知晓 瑞王腾熙妹妹 可这已至宫门 妹妹如何不下轿呢 莫非 是妹妹藐视宫规 林玉面上担忧 轻抚发迹 向我展示她华丽的凤簪 眼里是抓到我把柄的得意 陈锐无视了她 只对太子拱了拱手 我也被她的愚蠢 惊到不知该说些什么 太子面色难看 一把甩开她的手 大步离开了 林玉不知她为何翻脸 急忙追上前去 身后太子府的侍女 小步向前 向她解释着什么 我拉上帘子 靠着柔软的靠枕 悠然自得 陈锐告诉我 她这一世本是皇上嫡子 可在幼时 寿淑贵妃一脉陷害 换上了腿脊 以此为由 推大皇子 坐上太子之位 然这些年 皇上与皇后 暗地里寻来诸多名医 早已治好了她的腿脊 在皇后的劝说下 只按下不表 安心做一闲散皇子 也方便暗地里 替皇上做事 林玉知道些什么 她只知 在她掌控的一亩三分地里 处处向我展示 她的受宠地位 恪扣我的家用 动不动便罚我 向我耀武扬威 出了灵符 没了灵老头的偏心 她什么都不懂 三言两语 便会得罪一个 位高权重的人 不自知 还妄想在这宫门口 像往日一样 用她的身份压我 真真可笑 七昆宁宫内 皇上皇后高座主位 两位嬷嬷附在皇后耳侧 许事在秉明昨日情状 皇上则不语不言 只小口饮茶 太子和林玉跪在地上 气氛压抑 我推着陈瑞的轮椅 脸上挂着在现代时 长辈们喜欢的乖乖女笑容 在天上三分恭敬 垂眸下跪 恭请皇上万岁 皇后金安 皇后一嫂此前不愿 笑着羊首让我起身 这天底下最为尊贵的女人 因着陈瑞的关系 对我亲切十分 瑞儿身子不适 你便推她坐下吧 不必多礼 林玉侧着脸 向我投来愿读的目光 来的路上 我大致听闻 太子府昨夜发生的事 原是林玉进门后 才得知 太子已有四位侍贱 林玉心中不满 便在洞房夜里撒娇 请太子散去这四位 太子立时便翻了脸 离开了林玉的院子 去了侍贱那里 林玉还想在我面前装 她却不知 表面无所事事 阴暗暴躁的二皇子 暗地里的势力 早已首眼通天 皇上略知一二 却从未阻拦 是以她在别人府上 拿桥做事 丢人现眼的笑料 早已被我知晓 见皇后迟迟不叫她起身 林玉又拜 母后 妾身出入府内 并非想独占太子殿下的宠爱 只是觉得 那四位侍贱 出身卑贱 实在不堪出入太子府门 妾身想求母后做主 为殿下那几位 知书达理的贵女入府 如此 也好红袖天香 伺候殿下 皇后闻言 也顺着台阶下 缓了神色 既如此 便由你做主吧 巴林玉虽愚笨 却也将她母亲的玉宅之术 学会了几分 太子虽不舍陪伴她多年的侍贱 可皇后发了话 她也只能强颜欢笑 硬了下来 回府后不多时 我便听太子府探子来报 说林玉为入府贵女的树木 与太子大吵一架 林玉本职打算 将林老头的另一位女儿 纳入太子府 而太子坚持要四位 两人在书房里 将东西摔得叮铃光芒 吓得外头的仆从 无人赶入内劝盒 最终以太子打了林玉两巴掌 林玉同意 接三位贵妾入府告终 林玉四处打探合适的女子 要家事比不上她 容貌财情比不上她 还要能听话 她频繁与各家夫人接触之事 很快便传入朝堂 一众文臣皆言 太子尚未有正妃 便已入府一位侧妃 还将纳入三位贵妾 这让以后的太子妃如何自处 说是为将来的太子妃着想 可朝堂上的人经们都很清楚 是在暗指太子贪图美色 不行实事 自唯一对太子之位 有所威胁的二皇子残废后 大皇子陈胜被封太子 起先也兢兢业业 素兴业媚 为国分忧 然位高权重 自有朝臣暗中献上美女 讨好陈胜 陈胜便在淑贵妃的宠溺 皇上的纵容 和美人的谄媚中 一日日缠于美色 疏于国事 早有忠心臣子对她不满 她却全然不当回事 九尘瑞回府后 便关上王府大门 不再装残废 站起身来踢开轮椅 将怀中热腾腾的花糕递给我 我正合对王府内的账本 疼不出手 陈瑞便捏起一块 递到我嘴边 这些是自由管家操心 你何必如此劳累 我咬了一口 清甜可口 有江南的味道 难道王爷 有何见不得人的账目 怕切身看到 陈瑞满不在意地笑了笑 转到我身后 搂住我的肩 她的身形过于高大 肩膀也宽阔 轻而易举将我纳入怀中 府上所有 夫人尽可随意翻阅 随意取用 今日早朝 父皇要陈胜 先娶了郑妃 陈胜下朝后 就去了淑贵妃那里 淑贵妃早相中了太妇女傅婉 如今圣旨已下 只等太子十里红妆 迎妇家女入门 那淑贵妃的贵妾呢 陈瑞揉着我的手腕 漫不经心 岂得等些十日吧 淑贵妃想方设法拉拢太妇 总得给族妇晚面子才是 我想到那日探子说 淑贵妃有意要让林奎入府 那可真是瞌睡了 便有人送上枕头来 石林奎是岁姨娘的女儿 岁姨娘曾是 京中名动一时的歌集 无数男子为她倾心 她却一头栽倒在 那时年方二时风华正茂 风流倜傥的林老头身上 林老头一首诗 岁姨娘一段曲 两人情色和鸣 林老头信誓旦旦保证 会为岁姨娘赎身 赎是赎了 只是不止赎了她一位美人 生下林奎后 岁姨娘便对曾经的甜言蜜语 死了心 只一心抚养林奎长大 又可怜我与林奎有相似境遇 却失去了娘亲 便对我多加照福 岁姨娘有时探婉 女子生得清诚之姿 竟也成了错 在林府长大的那些年 若没有岁姨娘时不时地照顾 我恐怕也活不到今日 林奎想让林奎做太子跪前 林老头势必会答应 两个女儿伺候太子 无论哪个诞下皇孙 她都是实打实的外祖 此等美事 她怎会拒绝呢 可林奎对我们一向不怀好意 我也要给林奎提个 醒通的姓才是 我与林奎联手 断不可能让林奎诞下皇孙 不可能让她的算盘打响 我要她领甲 眼看一步登天 却坠入脚下深渊 我要她领老头 和她的娇妻 和她最爱的女儿 一家三口整整齐齐 为我娘陪葬 为我葬身于火海的躯体陪葬 时宜听我说要回林府 陈瑞担心我再受欺负 硬要陪我一起去 我眼着担忧 玩笑道 林老头可最势力不过了 你这无权无势 还患有腿疾的闲散王爷 也不怕被奚落 陈瑞坐上了他的轮椅 室友推他 他敢 回头我便去寻父皇告状 转过街口 太子府的车鱼也停在门口 难怪陈瑞硬要陪我来 想必早知林玉今日也回了林府 我们进去时 林玉正坐在林夫人身侧 红着眼强坐端庄 我忍不住奚落 哎呦 我倒是谁 出嫁不过几日 便回娘家诉苦来了 怎么不见太子姐夫一起来呢 莫不是姐姐又惹太子生气了 林老头灯时便拉下脸 手中茶盏直直砸向我 不笑孽女 怎么对你姐姐说话的 不等我躲避 陈瑞身旁侍卫便已出手 剑位出鞘 便将茶盏打回 精致杯盏砸在林老头手边捉眼 硬生而碎 吓得林老头一个哆嗦 林夫人狠狠一拍桌子 满面怒辱 嫁出去几日 竟不知自己姓甚名谁了 真以为自己嫁个王爷 就飞上枝头城凤凰了 我是你嫡母 月儿是你嫡亲的长姐 莫非你还想尝尝 罚贵佛堂的滋味 我曾因拒绝帮林玉下水捞她 故意丢进水池的手串 被她罚贵佛堂三天 她吩咐下人不许点灯 我便在那黑暗阴冷的佛堂里 与慈眉善目 却紧闭双眼的佛像对视了三天 跪到膝盖清黑 跪到险些废去双腿 沉睿冷下脸 掌嘴 那侍卫便静止上前 狠狠两巴掌 打得林夫人嘴角出血 脸上也浮现亲子掌印 满是寂静 林玉也闭上嘴 不敢言语 当着本王的面 竟如此放肆 林侍郎如此行径 可是对本王有所不满 对皇室有所不满 林老头才像是忽然清醒过来 此刻的我已不是 从前她任打任骂的林叔 我是瑞王的郑氏王妃 是真正的皇亲国妻 林老头哆哆嗦嗦跪下请罪 林夫人也顶着红肿的脸 不甘地低下头 陈瑞冷哼一声 示意我推她离开 十二我真是爽极了 很久以前 我就想狠狠地甩她两个大耳瓜子 贪恋我娘亲的美貌 不过娘亲只献一不献身的规矩 打点保姆 强行闯入我娘亲的房间 又在娘亲被诊出有孕时 因着林夫人的不满 便在未看望过娘亲 只像打发一只流浪狗一样 送些不值钱的补药 娘亲好容易十月怀胎生下我 却又因难产而去 离开前 她强称着求保姆 她愿用从前积攒的银两 求保姆送我去一清白人家 可怜老头里都不脸 只在门口打发保姆 带我回青楼 我娘的尸身 更是被她一卷草席 扔进城外灵礁 这样自私又懦弱的小人 怎配为人父 十三前厅发生的事 从下人的口中 传给了岁姨娘 我踏入岁姨娘院子里时 她向我和陈瑞行了礼 我忙拖住她细瘦胳膊 姨娘莫要如此 姝儿能平安长大 全凭姨娘造福 姨娘怎可对我行此大脸 岁姨娘眼眶微红 一双美人眼 吟吟含泪 姨儿长大了 嫁了好人家 姨娘高兴 我看出她眼底悲楚 虽不曾展露于我 但我必要 给她一记定心丸 姨娘可是担心葵姐姐 遂姨娘轻视眼角 在临府 她便向来嚣张 不将我和葵当人看 来日葵 成了太子贵妾 不知她要如何 搓磨葵儿 姨娘莫要担心 今日我来此 便是请姨娘与葵姐姐放心 我有办法 保葵姐姐不再受灵狱欺负 我坚定地 看着碎姨娘的眼 十四也不知 林夫人又传授了 灵狱什么经验 那日过后 太子对灵狱的态度 和缓了不少 去皇后宫中请安时 碰上灵狱 她也不再挑衅我 只轻蔑地转身离开 发上的簪子越来越多 也不嫌尘 陈瑞的探子告诉我 太子已在灵狱院里 连着过了七个晚上 我 你的探子 怎么连这种事都记啊 陈瑞盯着我的眼 谋色见深 何止我的探子 父皇的探子 只怕此刻正在我们房顶 只听房上传来瓦片轻响 我心中一惊 一动不敢动 陈瑞指风弹息红烛 抱着我推倒在床 夫人 莫要让父皇为皇孙担忧啊 我伸手做事要打他 却被他牵住手腕 压在枕上 十五太妇嫁女 红装十里 我站在茶馆窗旁 看着那被人评价泼辣的女子 端坐在红轿上 身后跟着的嫁妆数量 看得出太妇的宠爱 太子脸上挂着春风得意的笑 打马在前 淑贵妃费尽心思求来的婚事 不知这位傅小姐 是否会成为我复仇路上的拦路石 我握紧手中背斩 陈瑞却握住我的手 捏捏我的掌心 似是看穿我的心事 宽慰我道 太妇一向忠君 也指忠君 我听懂她的深意 稍微放下了心 十六 隔日去皇后宫中 我便遇见了这位傅小姐 没见到凌玉 我心下正疑惑 傅婉静止走到我面前 我心中拉紧了先 没想到她语气何晚 妹妹 我便称你一生妹妹吧 我知你与凌玉向来不睦 此后 太子府来宫中请安的 便是我了 凌玉不会再来 我虽疑惑 她向我传达的善意 却也迎应一败 受了她的好意 回到府中 陈瑞的暗叹 兴致勃勃从树上跳下 王妃 您不知今早太子府上 一出好戏啊 另一侍卫为我搬来软饮 放在树下 又为我盛上一壶热茶 一碟瓜子 那傅小姐 不 现如今是太子妃了 太子妃早上问管家要账本 管家支支吾吾不肯给 原来是侧妃特意交代了 说掌家之权是太子亲口允诺给她的 若想要走 许得太子首肯才是 太子妃当时便让下人拿下了她 说她才是郑妃 侧妃不过是个歉 也敢在她面前放肆 正吵着 太子便来了 许是顾着太夫大人的面子 当下就吩咐管家 此后太子府一应事务 皆由太子妃掌管 侧妃哭闹了许久 惹得太子很是不快 我磕着瓜子 拍手称快 妙哉妙哉 难怪复完勤安不带灵狱 这灵狱也真是的 真当自己得了太子几日宠爱 便无法无天了 也不想想林老头什么身份 人家太夫又是什么地位 也敢对傅婉摆架子 十七皇后一向偏疼我 我也毫不吝啬自己的语言天赋 与皇后聊许多宫外去世 惹得皇后常常留我在宫中许久 引得陈瑞自己摇着轮椅前来接我 我也时常在皇后宫中遇到傅婉 每每见到我和陈瑞 她总流露出羡慕的目光 聊得多了 我也逐渐明白 为什么京中多评价她泼浪 陈瑞的暗叹已许久不曾见过 林玉在府中走动 却原来是傅婉罚她狐媚霍主 关在佛堂抄经 可怜林玉前半生总用身份压人 如今也体会到了被人压制的感受 我忍不住发笑 傅婉却拉着我的手 轻叹 叔妹妹 你不知我有多羡慕你 傅婉自出生便是天之娇女 父母位高权重 却疼爱她十分 她自己也称得上才华横溢 人又生得貌美无比 何必羡慕我这没有娘 被爹活生生烧死 重来一世 又被搓磨十多年的可怜人 十八傅婉入府不过一月 林玉从佛堂出来便着手抬了三位高门庶女入府 朝堂上太妇表情十分难看 却发作不得 因为林玉怀孕了 若怀的是男孩 那便是皇长孙 如此尊贵的肚子 怎经得起外界风雨 宫中赏赐源源不断流入太子府 傅婉的脸色也一日日憔悴 她曾经灵动的眸子也失去了神采 林玉仗着肚子在府上越发嚣张 对下人动辄打骂 像曾经在林府一样 傅婉便趁着太子不在府上 带着三位贵妾去我常去的茶楼 我们在隔间里打马掉 飞叶子排 骂林玉 林玉亲自抬进府上的三位贵妾 皆因她的嚣张 和目中无人与她离心 当然 少不得林玉从中离间 又有傅婉带着出门躲避 傅婉告诉我 她从来不想嫁给太子 她自幼读书 读到一生一世一双人 便心生向往 怎知最终却嫁给这样三妻四妾 也许今后还会有三宫六院的男人 可圣旨已下 君无戏言 再难更改 我心生一计 十九没过多久 傅婉也怀上了 这种时候 最难熬的 不是到处摔碟子 摔碗发脾气的林玉 也不是整日被林玉纠缠着 不让去赴碗院子的太子 而是诞下树长子 却还是要费尽心机 除去皇后嫡子 继位可能的淑贵妃 皇后告诉我 她曾孕育过嫡长子 却被人按下毒手 没能降世 怀尘瑞的时候 她被皇上尽心照料 才得以生下笛子 可以不占长子之名 淑贵妃贪心不足 在秋日狩猎时 设计让年幼的陈瑞摔下马 自此换了腿疾 彻底威胁 不到她的树长子 她与皇上 皆知小背后黑手 却受制于淑贵妃 手握兵权的母族 皇后那时痛惜的眼神 可请求我 好好照顾陈瑞的余气 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淑贵妃也不能忘怀 她要让自己的皇长孙 既占敌又占长 来日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 再无其他兄弟 威胁到她的地位 原本嚣张无比的淋玉 在淋夫人前往探望过后 突然消停了 像是明白了淑贵妃的忌惮 淋玉挺着肚子 常常入宫 在淑贵妃宫门口表忠心 她倒是听劝 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 和自己的荣誉 连面都不要了 堵在淑贵妃门口卖惨 我怎会让她如愿 二十七夕夜宴 皇上应即将喜得皇孙 请了所有物品以上官员 携夫人入宫参加晚宴 淋玉一边移植气使灵魁 为她针酒 一边转头低眉恭敬地为傅婉奉上酒盏 傅婉皱着眉 本宫刚有孕 不宜饮酒 淋玉便率先喝下 随后低下头 与妻挨碗 我知姐姐不许我先有怨 可此事并非妹妹一人能决定的 此杯便是妹妹向姐姐赔罪了 姐姐不愿饮下 可是不肯原谅妹妹了 一旁坐着的太子表情难看 因着傅婉不似淋玉 在府中温顺柔软绕着她转 大庭广众的 你别这么不给她面子 甩脸色给谁看 傅婉冷笑 结果一饮而尽 二十一灵魁向我打了手势 我便吩咐丫鬟下去 按计划准备 不多时 傅婉突然吐血了 她难以置信地看向淋玉 你 你给我下毒 周围一片哗然 皇后派人下来了解情况 见此情形也慌了神 来人 传太医 一片兵荒马乱 皇上威严的声音传来 封锁宫殿 严加审问 所有疑点都指向了淋玉 皇上明见 侧妃娘娘吩咐妾身为娘娘针灸 妾身也是在侧妃娘娘桌上 端起的酒壶啊 侧妃娘娘不许奴婢们 提起太子妃娘娘的孩子 否则轻则长嘴 重则账则三十 侧妃娘娘 想必早已想除掉太子妃娘娘 腹中胎儿了 众人一致地证词指向 让淋玉的解释 显得苍白无力 太医快步上前回话 皇上 太子妃娘娘 只怕是不行了 太夫疯了般 拉着太医的手 好好的人 你怎么说不行了 我女儿刚刚还好好的 你再去看看她 你再救救她 皇上叹了口气 皇上命尘瑞 审问了宫中所有奴婢太监 以及碰过此酒盏的所有女眷 义宫必经不住审讯 哭喊着承认 淋玉曾用百两黄金 贿赂她将一种药粉 藏于指甲 在傅晚的酒盏中 清点一下 淋玉面色灰败 她自知大势已去 跪倒在地 拉着太子的衣角 殿下 你要救救我呀 殿下 我腹中还有您的孩子 她可是皇长孙啊 侍卫拖着她离开 她口中呢喃 怎么会死呢 怎么会死呢 我明明 吓得是媚药啊 二十二太子已失去了郑妃 便想着为她谨慎的孩子求情 可她没有看到的事 龙椅上皇上失望的眼神 和旁边太夫怨恨的神情 她尚且不知她面临着什么 直到林老头被沉睿的侍卫压上殿来 手中一打往来信件被乘于皇上面前 皇上随手翻阅 拍案而起 龙颜大怒 太子看到地上散落的信件 瘫倒在地 书贵妃瞪着双眼 看着侍卫呈上来的罪状 嘴唇颤抖 你 话未说完 已晕倒在地 上一世时 陈瑞前来查探的 便是扬州官员私自犯言一案 我跟随他收集证据 对此案了解甚多 这一世 太子主动提出 要借林玉外祖家 在扬州的势力 他有权 却还贪心 想要更多的钱 林玉和林夫人求之不得 他们巴巴地想着 和太子在一条船上 此后太子登基 他们便是无尽荣华 我也求之不得 我命人将上辈子 撕盐犯的好的官员名单 悄悄透露给 前去扬州探路的 林夫人心腹 他们果然上钩了 太子利用这条路 为自己赚得数十万两白银 连带着林家 也水涨船高 却不想 他们辞举 将自己逼上了绝路 二十三皇上下旨 林家和林夫人的外祖梁家 满门抄斩 在我苦苦恳求下 皇上愿意放过 岁姨娘和林葵 算是为我腹中的孩子积福 是的 我也怀孕了 林老头被拖下去前 抱着我的脚 老泪横流 姝儿 你忍心看爹爹被砍头吗 你求求皇上 你求求皇上啊 我踢开他 陈瑞也补上一脚 试一试位赶紧拖走 我当然忍心 上一世 我被他活活烧死 只为了他的一己私欲 这一世我在他府中 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他才是我一切痛苦的根源 如今让他被一刀砍死 真真是便宜他了 陈胜被贬为庶人 流放边疆 他怎样我并不关心 我一心只想去牢里看看林玉 见到牢门打开 林玉投来袭击的眼神 看到我 他又有些失望 父亲派你来接我出去 那边快些吧 皇长孙受不得这些苦 我抱毙看着他 冷笑 还在这里做梦呢 哦对 差点忘了 姐姐在牢里消息不灵通 林老头和你母亲已经下狱 不日问斩 就在你背后的牢房里 太子已经被流放去边疆了 此生不得入京 姐姐腹中孩子 也不再是什么皇长孙了 姐姐这样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这孩子出生 也不知该受多少苦呢 但姐姐也不必受这些苦 毕竟 姐姐也快要死了 林玉的表情 从不可置信变得怨毒 她扑上来 想要掐住我的脖子 被玉球一脚踢开 大胆刁民 也敢伤害王妃娘娘 我轻笑着 姐姐一定很疑惑吧 你明明吓得是妹药 却如何能害死了傅晚呢 林玉抠着地面 死死盯着我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我只想让傅晚 在宴席上失态 最好是被发现 与旁人苟合 我从来没想到她的性命 你的药 被林葵姐姐换掉了 是我让林葵姐姐这么做的 你对府中人如此恶毒 又怎奢求他们 站在你这边呢 你们两个贱人 我早该在你们小时候 就掐死你们 姐姐这话 可有些吓人了呢 林玉嘶吼着 全然不见 往日高高在上的贵女姿态 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 你害死了傅晚和她的孩子 你早晚不得好死 我蹲下身 悲鸣地看着她 姐姐这话可就错了 谁告诉你 傅晚死呢 玉球提醒我 时辰到了 林玉惊恐地看着我 和玉球递给我的托盘 这 这是何物 这可是皇宫御用的美酒 名叫愁淡肠 饮下此酒 便可让姐姐 从肠子烂到肺腑 再到四肢 皮肤 还有姐姐这双漂亮的眼睛 全都会慢慢烂掉 姐姐如今的身份 可配不上这杯酒呢 若不是妹妹向皇上求来 姐姐如何能享用到如此美酒呢 林玉哭着求我 妹妹 妹妹 你别这样 从前是姐姐错了 姐姐往后 定会好好待你 妹妹 我不想再听她这些令人作呕的话语 掰开她的嘴 将酒倒了进去 我扔掉酒盏 站起身来 看她痛苦地在地上打滚 我厌恶地转身 二十四走出大狱 陈瑞正在等着我 她逆着光 像是完成我心愿的神明 可她向我走来 褪去光环 抱着我 接我回家 许是阳光刺眼 我竟觉得眼睛有些酸色 我仰着头 脑海中闪过上一世时 我葬身火海的画面 这一世 我蹲在角落啃半只馒头的画面 林玉陷害我偷他发赞 吩咐仆从狠狠替打我的画面 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 坐在马车上 陈瑞告诉我 我交代的事情 他都办好了 傅晚假死脱身 现已回到傅府 孩子当然也从未有过 只此后再不能以傅晚之名 存活于世 但我想 以太傅大人的疼爱 他也能过上自己想要的 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生活 林葵也带着岁姨娘离开了 岁姨娘离开林府时 抱了一大盒子经营首饰 说是林老头欠他的 奉旨查抄的将军 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陈瑞笑了笑 摸摸我的肚子 捧着我的脸 轻轻落下一个吻 好了 太子妃娘娘 我们回家吧